敌人伤害你 朋友背叛你 你会原谅谁 第二次夫人说 原谅敌人比原谅朋友容易 我不知道这个第二次夫人是个什么来头 但她这句话说的的确深刻 首先 第二次夫人这句话说的对吗 我仔细想想 还真是这样 为什么原谅一个敌人容易一些 敌人除了攻击和伤害你之外 没有做过任何对你好的事 而朋友 不管如何 以前肯定彼此信任 相互帮助 也就是说 朋友总对你曾经好过 为什么反目之后 反而更难原谅呢 我想有这么两个主要的原因 第一 我们对敌人本来就没有任何好的预期 他跟你斗 你能理解并接受 而且时刻提防着 他们出什么损招 你都不会感到意外 而朋友这不一样 你相信他 并期望他不会故意损害你的利益 也并不提防他的背叛 正因如此 一个朋友害你 会让你感到毫无准备 完全意外 伤你自身 第二 俗话说 天底下没有永恒的友谊 只有永恒的利益 以前的敌人 现在可能因为利益关系 而成为朋友 如果以前的敌人 决定团结一致向前看 他们会认为 以前的矛盾 是因为彼此缺乏相互了解所致 或许是各位其主 无可厚非 于是 双方很容易为了共同的利益 相逢一笑 免恩仇 但如果双方 以前曾经是朋友 信任受到伤害之后 是很难和好如出的 因为很难让人相信 同样的事情 不会再次发生 重建信任 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这和话题为有不同 因为后者 没有重建信任的问题 倒是更像大家消除误解 相见恨晚 纯洁的友谊 从此开始的感觉 第二次夫人的这句话 提醒我们 万万不可辜负朋友的信任 否则后果很严重 同时 要对现在的敌人 宽宏大量 也许他在将来 会是你的朋友 更进一步 如果是别人犯错 那么不管是朋友 或者敌人 都选择原谅 因为原谅他人 就是解放自己